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六条竖线呢 它依然是极特的六根琴弦 从右侧往左 一弦 我标了一个细字 一弦 二弦 三弦 四弦 五弦 六弦 那么在这个六弦下面呢 我写了一个粗 那么在这个上面 有一条横线贯穿于整个六根弦的一个整个品位上 旁边写了一个一 它所表示的意思就是用左手的第一指手指 也就是左手的十指横压在整个品板上 把这六根琴弦呢 同时呢 要压下去 贴在板上 那么在左侧呢 它写了一个二 然后底下带个品 那么左侧这个数字 它所代表的意义 跟右手是不一样的 跟这个右边这个一是不一样的 它是指你所压的这个品位是第二品 那么通常呢 在以前记录的和弦 如果在左侧没有数字的话 那么这个和弦 上面这个品呢 实际第一品 一次往下查是第二品 第三品 如果在左侧有数字的话 那么它写的是二 那么一次下一个品位应该推断是第三品 这个品位呢 是第四品 如果这边写的是个五字 那么这个品应该推断为第六品 这个品位应该推断为第七品 这是一些常规的推测方法 那么在这个 这个现在不应该属于第二品了 它是第三品 用左手的第二个手指 也就是中指 横压在第二个琴弦的这个是第三品位 你的第三指呢 横压在第四个琴弦的第四品位 四指 也就是小手指 横压在第三个琴弦的第四品上 在上面呢 写了这个和弦的名字叫BM和弦 那么看一下我左手的操作 左手在操作上用一指横压在第二个品位整个六根琴弦上 在第一次压这个和弦的时候 我相信呢 没有几个人他会不能把它全压下去 如果压十的话 每个琴弦压十的话 它是这个效果 如果压不十 它是这个声音 希望大家呢 从刚开始练的时候 请不要气馁 一定要多多的练习就好了 那么 中指呢 是压在第二个琴弦的第三品上 那么 无名指挨在第四琴弦的第四品上 小手指A压在第三根琴弦的第四品上 这样这个和弦BM和弦就形成了 这个就是BM和弦 那么这个和弦呢 因为是 于一指整个压入了六根琴弦的第二品 第二品的六根琴弦 所以说这种和弦呢 叫大横按和弦 也叫封闭式和弦 那么在它旁边呢 因为这个板面 这个纸张的问题 我写的稍微小了一点 这个叫小横压和弦 那么这个小横压和弦呢 它有一个箭头 这个箭头所唐盖的范围是一弦二弦三弦四弦 第二品的一弦二弦三弦四弦 那么就一指呢 横压做 一二三弦的 一二三弦四弦的四根琴弦的第二品 把它压下去 五六弦呢 就不要压了 用中指按压在 第一根琴弦的第三个品为弦 因为它左边没有写数字 那么这个就是第一品 而这个呢 是第二品 这是第三品 它是这样的 叫A7和弦 这个和弦呢 也是在普洛斯音乐中呢 经常用到的一种和弦 下面看其他的几个例子 在下面 这是个F和弦 F和弦呢 这个 横压的 你看它是一个大横压横弦 那么这边写的一 就是用一指整个横压住第一品的六品琴弦 中指呢 是在第三根琴弦的第二品 三指 无名指 也就是 按压在第五根琴弦的第三品上 小手指呢 按压在第四根琴弦的第三品 那么它横压的效果是什么 是这样的 一指横压住这个 一品的六根琴弦 中指 按压在第三琴弦 二品 无名指 按压在五弦三品 小手指 按压在四弦三品 那么在第二个例子里 这是G和弦 A B C D E F G 的G 那么在G里呢 写个阔谷 有个三 它呢 跟在我前面所说的那个 开放式的G和弦有点不同 前一个G和弦是这样按压的 也可以这样的 那么这个G和弦呢 它是需要用手指 一指横压在整个的第三个品位上 我只能写了一个三 好像有点看不清 一指横压在第三品上 然后中指横压 不是横压 按压在第三琴弦的 这个应该说是第四品了 那么 就是第三弦的第四品 小手指 小手指 按压在 也就是四指 按压在 第四琴弦的 这个应该说第五品 三指呢 按压在 第五个琴弦的 第五品 那么它的手指呢 一指是要从琴头位置往上插 一 二 第三个品位上 那么 中指按压在 三弦 第四品 无名指和小母指 按压在 四弦和五弦呢 第五品 它与开放式的G和弦呢 是很接近的 实际上是同一个和弦 只是按的方法不同 那么现在先看这个B和弦 B和弦呢 是一指按压在 第二个品的六个和弦上 然后 左手的二三四 这三个手指 同时按压在 第四品的 四弦三弦和二弦上 这个指法呢 是更有难度的 很多朋友呢 会掰不开这个手指 这就是B和弦 那么 最后一个 上面写的A五 这就是第五品位的 高把位的A和弦 那么它写的 一个 也是一个横压的箭头 一指横压在 这边写的是个五 就是第五品的 六根琴弦 那么一次类推呢 下面这个品呢 就是第六品 中指按压在第三弦的第六品 这个手指呢 按压在 第五根琴弦的 这个五六 这是第七品 小手指 小手指按压在 第四根琴弦呢 第七品 那么这样的和弦呢 都叫封闭式和弦 那么很多朋友在按压 横压式的和弦的时候 因为手指呢 横压的时候使不上劲 啊 那么 会什么呢 会经常弹不响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会感觉到很困难 我希望大家呢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不要着急把它全押下去 摆住手型 即使右手弹不响 也可以的 慢慢的一点点的用力 四肩弹了以后 你就可以呢 把这个和弦全按响的 我们左手按和弦呢 从初学吉他的时候呢 一直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那么左手呢 如果和弦换不好的话 你就不会很流畅的去弹 这一首乐曲 所以说呢 这个左手的按和弦 这个技巧 是需要 弹很多的歌曲 通过大量的熟练的练习 才能练出来的 也有的朋友问我 说可不可以在指尖的 手指间缠上一些交固类似的东西 这样手不是那么疼 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的手指呢 压住了 缠上一些交固以后呢 那么你在按和弦的时候 它会影响这个琴弦的振动效果 所以说希望朋友呢 不要使用那些辅助绅士 手长时间的练习 就会把它按好的 好的 关于横压的和弦技巧 我就介绍到这里 就会有什么事情 我听见了 也不信 我听见了 那都是你 你应该过来 我听见了 这么个人 都会有个人 我听见了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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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